这是张无忌的高光时刻 以一人之力对战六大门派 此时正与他交手的 乃是少林四方仗空文大使 由于此前无忌已经连败空铜华山两大门派 空文不敢轻敌 一上来就亮出大招 少林龙着手 三十六世 乃是天下擒拿法中的无上决议 凌厉很辣 而且毫无破绽 空文在过去数十年里 只使出前十二招 便无人能敌 如今拿来对付一个无名小卒 他感到信心满满 奇料龙着飞舞 抓了半天 竟然抓了个寂寞 这少年 怎么会我武当派的踢云纵呢 施主 你这是逃命 不是比武 空文以为对方忌惮龙着手的威力 因此才以为躲审 不敢接招 可他哪里知道 龙着手虽然厉害无比 但在乾坤大摩一神功面前 却是破绽赶出 张无忌之所以指手不攻 其实是不想伤对方幸运 把事情闹大 他的目的是为了 让六大门派与明交罢手言和 因此才与空文立下赌约 为了防止白费力气去抓空气 空文要求无忌正面交手 不能再以轻弓夺省 行 完备若是再倒退半步 便算输了 双方一拍即合 便开始了正面交锋 空文施展全部龙着手招式 平平进攻 张无忌以乾坤大摩一为机 一样化葫芦 虽然后发制人 却在一刹那间站了先着 空文的手 离他肩头还有两寸 张无忌的五根手指 就已经抓到了空文的缺盆血 这一下让在场的吃瓜群众面面相去 空文更是一脸猛逼 空文低头沉思 一时想不通其中道理 要说这龙着手的造语 就连当年最厉害的空剑师兄 也比不上自己 为何这少年一看就了 而且出招的力度之强和方位之准 还高于自己数倍 难道这小子真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想到这里 他才后悔自己轻敌了 可是刚才大话已经扔出去了 此时广场上正有上千双眼睛盯着 空文皱眉苦思片刻 决定将龙着手盗着打 企图误导对方 经此一战 空文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他夸了张无忌几句 然后退回人群之中 可是有的人偏不信心 曾少侠请了 你谭中血中我丧门断魂钉 最多过三个时辰